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白灵就是看着外表光线 事实上 白灵的意思是这样的 今天发了信水 还了房贷 叫了房租 水电啊 煤气啊 买了油啊 米啊 面包啊 然后我摸了摸 这口袋剩下钱 感叹一句 哎 这月公子又白灵了 十年前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白灵 因为他们一贯楚楚的触摸于写字楼的工作 这令人羡慕 事实上啊 白灵从来都不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十年之后 白灵的罪言遭受了无情的打击 这个打击主要来源于价格日信月异的房价 他们买得起净壮杂志 有钱抛吧 或者旅行 但每个月收入还是买不起一瓶里的房子 也许有一天哪 这白灵啊 就会变成损人的花 你是白灵 你猜是白灵呢 我们全家都是白灵 你足足八蛋 全是白灵